在我们的印象中 时尚达人方方给我们带来的私房菜 都是什么知识啊 或者各种派 总之啊 是美味和热量齐飞扬 不过没关系啊 在吃货市场上可是大受欢迎的 这不啊 今天他又奔着怎么好吃怎么来的精神 教我们做起了焦糖布丁 下次啊 你要不教我做一道甜品吧 真的 好 等我先学会 我一定教你 你还不会吗 甜品其实我不太会做 嗯 烘焙类的 但是呢 我比较会做像用现有食材啊 比如说用水果啊 或者是一些果酱啊 然后进行搭配做成的那种 那不就是水果沙拉吗 谁不会啊 自从上次在节目上 被样样揭发出短板后 方方痛定思痛 决定开始学习 一直以来向往的甜品之作 对我来说甜品很难 是因为我很难记住它的那个配方 因为它们的糖分 然后面粉什么 都是有比例的 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比较难 所以呢 我就先学习一些基础的 然后在我了解这些食材的性能以后 我再去做一些改变 今天方方特别来到一个甜品研发工作室 开始制作它生平的第一道甜品药理 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呢 是一个焦糖布丁 但它的特色就是它是给懒人做的 它叫懒人焦糖布丁 它比其他的布丁更容易做 所以我们待会就可以试看看这个懒人焦糖布丁有多好做又多好吃 懒人焦糖布丁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是为了方方量身定制的哦 那懒人布丁是指说原料特别少还是说步骤特别简单 其实呢 它都是 包括你做的人都可以很懒多 就可以把这个甜点做完了 那你能介绍一下 大概要准备一些什么 烤鸡的时候来了 这个 牛奶400克 奶油200克 鸡蛋100克 砂糖30克 果冻粉10克 还有一根香草 基本上原料就是这样了 我今天必须要为你鼓掌了 今天你终于把所有的食材的那个分量都记得了 确定你没有作弊吗 我没有作弊啊 那这是什么 这个是 这是 这是 以防万一嘛 但是我刚刚没有看啊 可以 大家可以再倒带看一下 我刚刚完全没有看这边 我是真的凭记忆吧 这些数字都记住了 OK 那我们第一步做什么 好 现在我们要做第一步是煮焦糖 那焦糖的原料很简单 就是糖 所以现在呢 我们调到100度的温度 然后呢 来熬煮这个砂糖 那期间不要加什么东西吗 什么都不用加 就刚煮就好了 那这个糖会不会有黏过 不会 就慢慢让它化就可以了 对 然后呢 我们大幅度的去搅拌它 那旁边这个水呢 好像还有一大份水 怕你口渴给你喝啊 这个 没有啦 这个因为它焦糖在煮的时候呢 你要不停地测试它这个颜色 所以这个水是拿来测这个焦糖的颜色的 要煮到像乌龙茶的颜色 像这个颜色就还不够 现在差不多可以咯 然后我们把火关掉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颜色明显就深很 然后我们倒波美糖水 颜色变得比刚刚更深了耶 因为这个温度会达到120度的高温 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 之后把制作好的焦糖灌装在布丁的模子里 在等待它冷却的同时 芳芳开始着手准备制作布丁 布丁的部分呢 我们第一步是要先打蛋 那大家看到这边有两颗蛋 那呢我们先把它打好 再来呢我们把这个锅预热到80度 然后呢 我们把牛奶 对还有200克的奶油 全部放下去 还有这个很重要的香草 放下去 这是味道的对吗 会不会比较香 对 这边有一个温度棒 我们把它放进去 这是测温度的 让温度到40度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把砂糖 还有果冻粉 都倒进去 然后呢 我们继续搅拌 然后也要测温度 哦 到差不多82度之后呢 我们马上关火 现在呢 我们就边搅这个鸡蛋 然后 边慢慢的倒这个 牛奶香草汁 我们大概保持一个匀速吧 哇 不容易 好 差不多的 这样子边倒边搅拌 是会不会让它更加的均匀 对的 好香啊 好香 然后我们现在再用这个 来过滤 那这里过滤 是要把香草籽那种 黑黑的东西过滤掉吗 不是的 这个过滤呢 只是要为了把蛋白跟蛋黄 之间的那个细带 给过滤掉 这样最后成品的布丁 口感将会更加纯净润滑 这就是我们刚刚灌的那个 焦糖的模子 对的 然后现在我们把做好的这个布丁 倒进去 倒到封口的位置 每个都是一样 好有食欲哦 看 很香 对不对 这个时间其实要快 不然其实布丁就会凝固了 这个懒人布丁真的很简单 对的 基本上都成型了对吗 已经好了 所以现在我们最后的步骤呢 就是把它放进冰箱 冰40分钟就可以吃了 40分钟后 这款香气扑鼻的懒人焦糖布丁 终于在大家的交集等待中上桌了 Q滑的布丁搭配浓郁的焦糖 还没入口 已是满满的幸福感 那我们的辣人焦糖布丁就完成了 哇 然后我们每个人分一份吧 就是 焦糖吗 对的 下面就是焦糖 所以丁丁你觉得这个好吃吗 这个布丁因为下面焦糖它本身是甜 加一点点微苦 因为烧焦了以后会有点微苦的感觉 所以它上面又不是很甜 就是很合我胃口 我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下面的这个焦糖呢 特别香 然后入口即化 特别特别棒 我觉得终于找到一款 热量这么低的又好做得太不容易了 这位呢就是教我做焦糖布丁的老师啦 就我希望他能用非常专业的角度 来点评一下我今天做的焦糖布丁到底合不合格 今天做的布丁从温度上的散空 云无料上的把握今天是100分 100分 超高 超乎我的预期 真的吗 首次做甜品就获得了大家的满堂彩 芳芳终于在料理上又开辟了一个方向 从畏惧到热爱往往取决于你敢不敢去勇于尝试